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雲南大理周成村 大小染坊裡 永遠飄揚著藍天白雲 這些美麗的布料 承載著一項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百族紮染 東漢時期 大理已經有染織之法 百族紮染以板藍巾等草木為染料 通過滑圖、紮縫、針染、漂洗、浪曬等多度工序 染出千變萬化又具民族獨特風情的童案 百族紮染傳承人段銀開 和丈夫段樹昆出身紮染世家 創辦周成村最大的樸真染坊 每年吸引遊客近二十萬人次 不少年輕人也投身這門技藝 紮染融入現代審美元素 用紮染布料製成的服飾、手袋、背包 透過電箱出口到日本、泰國等地 周成村成為雲南省非為扶貧的典範 考守紮感受、點草能成金 古老的百族紮染傳承千年 走出一條創新路 肩負起新的使命 全城與文化共融 全新感受當代中國